哎呀老公 车三批生意差了都要倒闭了 没钱养闲人了 你去把没用的员工都开除了 对 那就把厨师开了吧 整天摆张臭脸 我早就看他不爽了 小亮 你被开除了 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好的老板 这是我最后一次做你最爱吃的菜 你胃不好 快春秋吃吧 这是刚小的被子的房单 我为你换好 你睡觉喜欢剃被子 记得多开一次 一直以来都是我请你吃饭 因为我知道老板娘 从来不给你零花钱 这是我所欲的利息 你拿着吧 我怕我走错没人心吃饭 别人还以为没人谈你 老婆 不是不能开啊 她不仅全能还做感情 我们车三批进不能没有她啊 你说也对 快把那个花瓶开了 好 我马上去 三三 你被开除了 赶紧收拾东西滚蛋 哦 哎 李总 王总 张总 你们怎么来了 你们变了三三呢 哦 他刚被开除了 现在由我来服务各位 你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每天都吃大台 你们车三丁吃饭的 他走了 呃 我们也没胃口了 走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老婆 你看 门面担当不能开 她走了客源就没有了 也行 那就把那个当不了花瓶 只会耍小聪明的服务员开了吧 哼 我不允许有人比我聪明 我马上去 阿吉 你被 哎 老婆 服务员不能开 所以开除员工所运法劳动法了 那你想办法把她劝退不就行吗 对 别让你给她布置一个 不可能完成任务 逼迫她总共辞职 嘿嘿 老婆还是理由心结 阿吉 最近车上真的效益不是很好 如果你拿不到业绩要求 就只好走人了 业绩是什么 你看那边做客人没有 今天必须让他们消费五十万 啊 啊 嘿嘿嘿 老婆不搞定 我们就在这坐着她主动过来辞职 老板老板娘 这是那周客人消费的五十万 你们点点 你是怎么做的 我把房车卖给了他们 你疯了 你把房车卖了 以后我们怎么做生意啊 你只要我要上五十万业绩 又没说房车不能卖啊 别别别 我发现了一条新商机 什么商机 既然它那么会卖车 我们家车又那么多 那不如我们开个4S店 让它卖个够 老板娘 老板娘 征典 老板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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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 老板娘 �